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蓬佩奥已经说了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一个借铁窝 跌跌跌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一个借铁窝 在纽约什么地方都有共产党 什么地方都是共产标志 什么地方都是打着五线红旗 什么地方的五毛是遍地都是 纽约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借铁窝 而且成了好像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特别是纽约福拉兴坤士福拉兴这个地方 完全是一个共产党 完全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 这里全不是几乎是亚裔灭空 几乎是中国人 特别是在明治罪那一带 几乎完全是中国人占领了 那里如果有存在着反对中国的声音 出现马上共产党的五毛 小粉红 大粉红 老粉红 他们马上就出来了 像是他们的家园一样 完全这里不是美国了 这里可以不讲英语可以 什么都不讲可以只是讲中国话 美国到了这个程度 不仅是借铁窝了 美国都非常非常困难的扭转这个局面 中国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不仅成功在这里住了一个借铁中心 可以说在这里是指挥整个美国的这个共产党人盯覆美国的一个基地 是一个建立的中心 而且在这里可能是是一个全球颠覆全球的一个建立中心 一个指挥中心 这里是全球的国际大都会 这个是国际大都会 这里是世界各国的人 各国的语言 各种生活方式都有在这里 这个纽约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中国驻约总领馆不仅成功在这里 组成了一个共产体制的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 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党员 共产党的党支部 共产党的各样的组织 到处都是新华社和CCTV的标志 共产党在这里 不仅是占领了纽约 而且成功的颠覆了这个联合狗 联合狗同样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发生的机构 基本上都拢夺了那些国家的人 为共产党的这个语言战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是美国 共产党在联合狗造成了联合狗 从来这几十年来 从来这个跟中国建交以来 联合狗从来没有 作为过正事 从来没有欠这个中国 从来都是支持中国 从来都是反对美国 可想而知 联合狗是成了什么情况 可想而知 留约这个地方 是什么情况 基本上由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的共产思维 共产党的思维 共产中国人的思维 占领了纽约 跌幅了纽约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蓬佩奥这些把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说成是中国的最大的借流 蓬佩奥这个定性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蓬佩奥这些了当提出这个问题 让整个美国人 让整个美国政界 看到了现实的威胁